大家好,我是阿剑 昨天晚上我家的黄园又下了四个蛋 其中有两个已经受惊了 今天早上又看到我家的公黄园 向母黄园发起了求偶的信号 很多年前我发现他们有这样的行为 我以为是他们打架了 后来慢慢发现这是公黄 向母龟发起一种求偶的行为 生物界确实挺残酷的 我家的母猿前面的壳 缺失了一块就是被这样咬掉了 这种行为是人为不好控制的 除非不想让他们防殖后代 公龟会一直追着母龟这样一咬 母龟一开始会不停地躲公龟 每一种龟在它的防殖期间都有一种特有的行为 平时非常温顺的还原 在防殖期间它会变得特别的凶 一直在追着母黄园咬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有这种行为的时候 当时吓了一跳 那时候不太懂就把它们分开了 结果那一年母猿吓了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